哎 怎么看小孩的 把我头都打头 不好意思啊 小孩子不懂事 不懂事就算了 不好意思兄弟 这次给你五百块钱 这事就算了啊 五百块 这是没两千 你别想走 两千 你怎么不去抢啊 不给是吧 行 那我报警 行 我身上没那么多现金 我就取给你 哎 等一下 我怎么知道你还会不会回来 孩子留在这儿 你去拿钱过来 行 你给我等着 叔叔 谢谢你 我不认识他 但是坏人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别救 放开我 你不客气了 小朋友 你真聪明 跟他抱你的时候 我就看出来了 叔叔 我把你头打疼了吧 你对不起 叔叔没事 你的安全 才是最重要的 叔叔 要不我们报警呢 报什么警啊 叔叔送你回家 才安全 哦 完了 他们是因为我的 怎么办 你放开我 叔叔 谢谢你 我不认识他 他是坏人 我头 你要去哪里 刚刚这个叔叔救了我 说要送我回家 对对对 我送他回家 送我头回家 我们的家不是在那边吗 他怎么往这边走 我头的眼睛怎么一直对着我眨 我头 你的眼睛是不是进沙子了 为什么一直对我眨 别给我耍发芽 小朋友 你要往哪里跑啊 不错吧 今天一下子啊 就查出两个 这么好看的小女孩 说要是没了手 没了腿 那岂不是发财了 完了完了 怎么办 别来救救我们呀 我头的眼睛 你们进哪里呀 哦 这两个叔叔要送我们回家 你家不是在那边吗 别耍花样 对你多客气 好 我们 他们去那边玩 那边有好玩的 那边有什么好玩的 还不如玩些你吧 嘿嘿 姐姐快跑 那是坏人 小朋友 你要往哪里跑啊 这两个人我也不认识啊 我头老六怎么被这两个人抓住了 弟弟 你快跑啊 肯定是坏人 姐姐快跑 快追 老六 分头跑 分头追 跑啊 继续跑啊 今天 可谁还能救你们 是吗 爸爸妈妈 会丢我吧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我在玩仙女棒的时候 看见五头老六 被你们两个带走 他给我做了个手势 九五 九五 我就知道他们两个有危险 所以我就通知了 当三个小五 快跑 还想跑 快阻止他们 看见我那跑 走 爸爸妈妈 你们终于来了 孩子们 你们别害怕 走 我们回家 弟弟 你干嘛呢 还不回家 我还不想回去 你先回去吧 你不回家 在这里坐着干嘛 哎呀 你不要管我了 你先走吧 你说不说 不说 我进去和妈妈来了 今天妈妈给我的校服钱找不到了 怎么找也找不到了 谁让你不好好保管的 我说你的钱到底丢哪了呀 我就放在我口袋里 不见了 那你书包里呢 书包我也找过了 也没有 急什么 不就在这里吗 我的钱好像是整数哎 哎 你记错了吧 这以前都找不到 还整数 赶紧走吧 回家吃饭了 难道是我记错了 弟弟弟弟 你看那边有个人在偷东西 啥呀 牵齿像片呢 走 我们过去帮他 谢谢小朋友 发现目标 看你也喝完了 给我吧 那你也不能抢啊 我们去卖了吧 我想吃雪糕 好 可以 都捡到一个 才卖三块钱 阿姨 我不吃雪糕了 雪糕太凉了 老六真懂事 回家 爹爹请你 妈妈 今天粉丝让我 挠你的脚心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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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包走模式 哎 你怎么走了 哎 彤子 你又去哪里 出现目标 可以攻击 彤子你疯了吗 见人就打 奥斯卡你跑什么呀 你别打了 别打了 我没打你啊 奥斯卡 啊 彤子 你去哪里啊 你这么少跟我握手啊 咱俩都这么熟了 别用打 你干嘛打我呀 哎 我还是去打我机器人吧 好 奥斯卡 你绝对打我 你给我等着 继续寻找目标 我订个机器人帮我做 哦 我也订个机器人 哎 不行 我得订个高级一点的 怎么还不来啊 先生 你订的机器人到了 哇 跟我长得一模一样啊 那你跟你长得一模一样啊 那我先走了 你有什么功能啊 怎么不说话呀 是不是坏了 公号001编号0543 很高兴为您服务 等半天是因为我没开机啊 你有啥功能啊 我有很多模式可以切换 我能陪你唱歌 跳舞 还能陪你打地主 哇 真的假的 我来试一下 开启包走模式 哎 你怎么走啊 陈叔 跑呀 你跑呀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走错了 哎呀 都到齐了吧 没有没有 他妈妈还没回来 说 刚刚是谁在整我 是你 不是我 不是我 我刚回来 应该是五通 五通最挑战的 不是我 是五通 是五通叫我做的 哎 你们谁先上路 别别别 怎么是我 好 我先送你上路 等一下 怎么了 我想上厕所 上时候还上什么厕所 等一下 又怎么了 我饿了 我想吃东西 是 真多呀 等一下 又怎么了 鞋里面有钱 真的 我爸没喜欢咋自发钱了 他鞋子里面都是 把鞋子给我拿出来 快快快快快 好了 快快把你鞋子穿上 简直就是生化武器 让我看看你究竟是谁 姐姐快走 喂妈妈 快回来 有坏人 我马上回来 你快点啊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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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姐姐快 小兔崽子 小兔崽子 小朋友 看到你喽 小兔崽子 小兔崽子 妈妈 我们到家了 怎么办 怎么办 爸 你怎么穿这样 吓我们一跳 武器姐姐还在楼下找我们玩呢 来 带载给你 现在怎么办 姐姐快跑 你这样子跑 肯定会被她发现 我有办法 弟弟快跑 下雨天还出去 来 弟弟快跑 弟弟快走 喂妈妈 快回来 有坏人 我马上回来 你快点 你们也好快啊 哇 标诚小剑 我上吃再来 哼 我 不喝 我 给我 姐姐 我喝药呢 哎呦 哈哈哈哈 我不是亲眼所见 我是外面不敢小心 阿强 爱上了阿强 再一个 留心心 你姐 我不玩了 我棒不棒 真的 你要我跟你一起骗妈吗 你小点声 要是让妈妈知道我考试不较 我就完蛋了 也不是不行 这个月上晚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你一个月也太长了吧 那就没办法咯 六颗 一颗都不及格 这说咋读的 就是 让我们父母操作了些 你看一下武林 全部都及格 准确的说 全颗满分 谁说我全部及格的 我语文62分 语文还及格了 这次语文满分120 72分才算及格 你 你太跟姐了 武器啊 你考成这样 这样当妈的我 操心的 饭也吃不下 晚上叫也睡不着啊 有人 妈妈 妈妈 是妈妈 去啥 妈妈 我真的没有偷你的卷 除了你 还能有谁 肯定是弟弟干的 妈妈 妈妈 我临走了 这些粮食都是我的了 对 不给他吃 谁让他偷钱的 武童 你的零花钱不是花完了吗 是哪来的钱买的 我在路边捡到二十块钱买的 我家武童真能干 武童 这包谁的呀 小五 武林给你买的包怎么样 喜不喜欢 什么 这是武林给我买的 对啊 武林说你生日快到了 每天出去捡瓶子 攒签给你买的生日礼物 我 我作怪了 武林 我以为他偷了我的钱 我还把他赶跑了 武童 你的零花钱不是花完了吗 哪来的那么多钱买零食啊 是我早上偷妈妈包里掏的 武童 你怎么能偷妈妈的钱啊 你说你 事情都没有搞清楚 就错怪他了 还不赶紧把武林找回来 原来是我错怪武林了 你们能告诉我 我应该怎么跟武林道歉 病毒席卷全球 百分七十人类变异成僵尸 请大家注意安全 谁啊 妈妈 家里有僵尸 我们也遇到了 保护好自己 奥斯卡 家里有僵尸 你骗人 哪有僵尸 真的 快关门 信了吗 小武呢 我妈在外面也遇到了 你们只能自教 啊 家里还有糯米吗 有 在厨房 我的顺银只能有一次 我还开门 你就马上开门 好 顺银 小拉鸡 你来呀 可以 球师最怕不敏 我们暂时安全了 让你嚣张 我冒成僵尸同伴呢 种种阿姨 人下人会吓死人的 我的国 那么又完美 就这么点了 应该够 在家遇到僵尸袭击 仍若阿姨机智化解 让人害怕的是 爸妈也变着了 僵尸 你们快躲起来 是你们逼我的 不好 荣荣阿姨还在外面 你怎么又把门关上了 伸了阿姨的脚 比僵尸还可怕 菲菲比我出绝招 出来帮忙 啥忙 绑僵尸 再吵吵 我脱鞋了 现在怎么办 配置几条 怎么配 用世间制毒之物 跟制情之物结合 简单点 用我的脚皮 你是不是想谋杀手 不用这样 我好了 都给吓好了 快看看我 好嘞 手都绑酸了 自修 再修我脱鞋了 果然 我老不不分身体重 你去把武林绑起来 走 你乱着干嘛 哭啊 哭啥 姐要需要泪水啊 说不出来 我帮你 你 你要干嘛 我去上学校了 你都毕业几百年了 上什么学校了 李柔柔 你给我抖 姐姐 你的包好重啊 谁让你要我们请客的 来死你得了 这么好 你是不是 忘记叫我们买单了 是的 姐姐 偷东西你们还敢回来 是忘记买单 不买单就走 就是偷 偷了就不会回来买单 就是偷 老板 不能这么说 别说 不用找了 您说的对 欢迎下次继续忘记买单 姐姐 那个老板那么凶 还多给他钱呢 拿人家东西不买单 本身就是我们的错 啊 懂了吗 姐姐 你们弹我干嘛 转机先 哎呀 我的头 嗯 V姐 我在路上捡到了一个糖 砸到我头了 嘿呀 这个桃子也太可恶了 你把它交给我 你上学去吧 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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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记住了吗 爸爸爸爸 你快看 你腿在干嘛 过去看看 嗯 真好吃 五桐 你吃东西都不叫我们 你不让我在家吃 我出来吃还不行 家里都被你扔成垃圾场了 所以我就出来吃 也不能打扫了 爸爸 你看五桐 太不讲文明了 我救人 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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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桐 垃圾可以放到垃圾袋里面带走的 我才不放呢 别管他 我们走 我带你去游乐场 啊 带上我 那你收不收 我收我收 赶紧收 啊 我再也不生了 带上我 带我 我要和你们一起去 拿来吧 赶紧四方钱 想不想报仇 行 谁乱扔的瓶子 撒到我老婆了 不行 我今天必须小心他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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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给你干个东西 老妈给 从今天开始 我的工资只上交一半 就是五千块钱 站住 为什么 对啊 我凭什么全部交啊 交一半就算不错的了 你给我等着瞧 你洗鞋子怎么只写一只啊 我只负责一半 另一只 你自己写 这碗 没写吗 另一半 你自己写 来 你吃 你这生的咋吃啊 菜我已经洗好了 剩下的一半 你自己煮 对啊 剩下的一半 你自己煮 饭 怎么是生的啊 你的饭 我只负责一半 剩下那一半 你自己煮 你疯了 你捡我衣服干嘛 你的衣服 我只负责一半 另一半 你自己写 那孩子也一人一半啊 那再生一个 一人两个 不要 我只要妈妈 我只要消停她一个 另一个 你自己想办法 老婆 你知道 我收打 幸福可思 剩下的五千 我也给你 叔叔 小朋友 我是你的邻居 今天我姐搬家 来给你们送喜糖了 好 来了 不对 刚刚我们都没有出生 他怎么知道 我们是小朋友的 我们是一个小区的 他当然知道了 小朋友 来吃喜糖 小朋友 你们家几个人啊 我们一起去吃饭 等一下 奇怪 他搬家 怎么一个亲戚朋友 都没来 楼下一辆车也没有 这个时间也不对啊 妹妹 怎么了 咱们两个有问题 爸 妈 人居家搬新家 东西桃来了 不是说只有小孩子在家吗 怎么还有大人啊 不可能啊 好像真有大人 哦 我们还有事 我们先走了 小朋友们 当你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千万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更不能吃陌生人给的东西 因为坏人 他会用各种方式诱惑你 让你放松紧气 耶 把你零食给我 你要大的 这是妈妈给我的 把你的枪给我 这是我的 我凭什么给你 拿过来 不敢 我要告诉我妈妈 撑揍是吗 妈妈 好了 停 好的 唐武林你表现不错 很勇敢哦 当然了 我可是唐武林 老六 你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 一味的忍让 只会让欺负你的人 变本加厉 去 把你的零食拿回来 你要勇敢 哦 我知道了妈妈 等出新技能 把我的零食还给我 这是我的 你不可以欺负人的 如果有人欺负你们 知道怎么做吗 妈 不好了 什么又不好了 我败 我败 你败又怎么了 我败 她又偷吃零食了 走 你爸不是在拖地吗 对啊 我都拖了老半天了 爸 你不是在吃东西吗 吃啥东西啊 我拖地都拖不过来 难道是我们眼睛看花了 对啊 肯定是你眼睛看花了 再等下去 就怕来不及 这不会是你藏的吧 怎么会是我藏的 我一个人收拾那么多房间 掉一两个零食出来 也是合情合理的吧 嗯 合情合理 都是打扫房间的错 这不会也是你收拾放的吧 对 还是小五英明 还是你了解我的呀 我说 是我上这房间掉出来的 你们信吗 这糖我也没吃啥 要不都给孩子吧 妈 我觉得吧 爸吃点糖也没啥 没事我头 爸 还给你藏了一个零食 下过雨的夏天傍晚 我都会期待 哎 怎么看小孩的 把我头都打疼 不好意思啊 小孩子不懂事 不懂事就算了 不好意思兄弟 这次给你五百块钱 这时就算了啊 五百块 这是 没两千 你别想走 千 你怎么不去抢啊 不给是吧 行 那我报警 行 我身上没那么多现金 我就取给你 哎 等一下 我怎么知道你还会不会回来 孩子留在这儿 你去拿钱过来 行 你给我等着 叔叔 谢谢你 我不认识他 但是坏人 嗯 啊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别救 放开我 不客气 小朋友 你真聪明 刚刚他抱你的时候 我就看出来了 叔叔 我把你头打疼了吧 对不起 叔叔没事 你的安全 才是最重要的 叔叔 要不我们报警吧 报什么警啊 叔叔送你回家 才安全 哦 完了 他们是一伙的 怎么办 五头 你要去哪里 刚刚这个叔叔救了我 说要送我回家 对对对 我送他回家 送我回家 我们的家不是在那边吗 他怎么往这边走 五头的眼睛 怎么一直对着我眨 五头 你的眼睛 是不是进傻子了 为什么一直对我眨 别给我耍花样 姐姐快跑 但是我爱人 小朋友 你要往哪里跑啊 不错嘛 今天一下子啊 就查出两个 这么好看的小女孩 说要是没了手 没了腿 那喜不是发财了 完了完了 怎么办 人来救救我呗 哎 五头的眼睛 你们去哪里啊 哦 这两个叔叔要送我们回家 你这不是在那边吗 别耍花样 这你不客气 好 我们 他们去那边玩 那边有好玩的 那边有什么好玩的 还不如玩先你问 这两个人我也不认识啊 五头老六怎么被这两个人抓住了 弟弟 你快跑啊 肯定是坏着 姐姐快跑 快追 老六 分头吧 分头追 跑啊 继续跑啊 今天看谁还能救你们 是吗 爸爸妈妈 快救我呗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我在玩先女棒的时候 看见五头老六被你们两个带走 他给我做了个手势 九五 九五 我就知道他们两个有危险 所以我就通知了 唐三跟小五 快跑 还想跑 快阻止他们 看你往哪跑 走 爸爸妈妈 你们终于来了 孩子们 你们别害怕 走 我们回家 天宝贝 赞 我们 武林 老六 神经病啊你 大呼小叫的干嘛 孩子这是 孩子们玩累了睡着了 你吵醒他们干嘛 我们去床就睡了 还站着干嘛 赶紧把这些收拾了 睡觉了 爸爸爸爸 姐姐还在看电视 还不睡觉 去 叫他睡觉去 好 姐姐别看了 明天还要上学呢 知道了 我马上就去睡 快点 你怎么不动啊 那我走了 真烦人 真好玩呀 都起点了还不睡 还有一个小时就天亮了 好好好 现在就睡 姐姐快起床 上学了 我再睡会儿 快点 马上又迟到了 好了 起来了 你这眼睛怎么了 弟弟 我这是怎么回事 你就是昨天晚上看视频 看太晚了 长开眼圈了 我以后玩手机 再也不玩那么晚了 这个怎么办呀 你在被子里面藏了什么东西 没什么 你让我看一下 你弄疼的了 是不是藏人了 不是 是小猫咪了 真的 我给你看一下 当我老妈学会变魔术 来 妈妈给你们表演一个魔术 妈妈 你还会变魔术 你们想不想看 想 看好了 好厉害 好厉害 再变一个 好 我怎么在这里 泳池 姐姐姐去哪里了 老六呢 老六去哪里了 没事 等会儿我给他变回来 等会儿再变回来 来 我们再变一个 妈 我们不变了吗 来 再变一个 对呀 这是哪里了 不变了吗 孩子呢 孩子呢 孩子 孩子 你坐下 来 最后变一个 看好了 我说不见了 少死的层屋 不好了 小五被我回变习气了 你愿意变成神区救小五 是双生五层的唐三 还是四法文明的唐五 做出你的选择 你们在干嘛 这游泳啊 干不见 我也啊 我比家都准备好了 用什么泳啊 我要去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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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过雨的夏天傍晚 我都会期待 游吧 还要去 想快乐出发 时间那么大 人风吹一大 梦总会到达 想快乐出发 别害怕 幸福就像天天灿烂的晚霞 你起来吧 小五姐姐一点都不怕痒 你们看 你弄了是我的脚 你当然不怕痒 小朋友们 才猜猜我是谁 你是贾唐三 最近弟弟妹妹都说我是贾唐三 我太伤心了 既然你们都不喜欢我 我离开就是了 爸 怎么了 又是你拖地 我不拖地 谁拖地啊 每天都是你做家务 那我妈在干嘛 你妈 在看电视呗 你就这样子惯着她 你也不管一下 我管 我管得了吗 我们支持你 走 你说怎么了 别躺着我看电视 要想我爸能承受 你就别跟我爸动 要走的日子过的 还得我爸当领导 想要家里没有婚 还得我爸来指挥 你想当家呀 对 跟你结婚十几年 我兜里从来就没超过十块钱 你们同意让你爸当家吗 我同意 可以让我爸试试 大老六你是怎么想的 我找书服从多了 行 你来当家 与政 报数 一 二 三 四 该干什么 安排任务 对对对 今天安排一下任务 武童 作业做完了 记得扫地啊 知道了爸爸 老六 你负责拖地啊 没问题 武林你负责收拾房间啊 包在我身上 小五 我看电视的时候 给我吹吹背 揉揉腿 直到我睡着的时候 就可以走了 孩子们赶紧给我进去 关好门 捂好耳朵 你 你要干啥 我来给你捶背啊 我 satisf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